可以一直嚇到 大家好 我是賽先生科學廣場的Kevin 那最近因為大家都在家裡帶小孩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家裡拿到的東西都可以做的一些科學的 魔術或者小玩具 那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呢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魔術 叫做氣球魔術 首先呢你把你家的氣球 套進了這一個寶特瓶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聽話氣球 或不聽話氣球 倒進去之後呢 它這裡就有一個口可以讓你吹氣 那你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在這個瓶子裡面把氣球吹起來 在這個時候呢 如果拿給阿公阿嬤吹 阿公阿嬤就會 一直吹是吹不起來喔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氣球 它放到這個瓶子裡面之後就會吹不起來 但是呢如果拿到爸爸的手上呢 如果爸爸有看影片的話 他就可以這樣子 吹起 我的眼前一片黑 吹起了整個氣球之後呢 整個氣球還就固定在這裡 它孔也沒有封 整個就停在這裡了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氣球的狀態 代表爸爸肺活量很大 那這個氣球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你吓它的時候它會縮小 它被吓到之後就會縮小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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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你吓它它就會縮小 可以一直吓它 吹 欸它縮得很小 它變得很清化的氣球 變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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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小變小 你這個時候可以叫它變大嗎 欸不太容易喔 你要再拿給爸爸再試一次 它整個的訣竅在哪裡呢 它整個的訣竅在哪裡呢 它整個的訣竅就在於說 理論上啊 這是會應用到大氣壓力的一個魔術 我們剛才為什麼阿孔阿嬤沒有辦法把氣球吹起來呢 因為這裡面都是空氣 是一個大氣壓力的空氣 然後它氣球要吹到起來的時候呢 會跟大氣壓力相抗衡 大氣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所以根本就吹不起來 因為這是一個瓶子密閉的環境下 有可能啦 有可能力量很大 是有可能那瓶子整個就會砸開 但是實際上難度會變得非常的高 而且這種瓶子都是用來做放高壓氣體的嘛 就可熱啦 或者是一些氣泡水啊 所以它幾乎是不太會再膨脹了 不然你這氣泡水就會炸開 所以很難把它吹起來 因為它裡面就已經有一大氣壓力在這裡面 那我們其實是偷偷的在這裡挖了一個小孔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孔 小刀 所以桌上會一直有一把小刀 小小的孔就可以了 你挖了這個小小的孔之後呢 我把它挖大一點看會不會比較好吹 不然我每次頭都快炸了 你把它挖了一個孔之後呢 你吹進去的時候就不要堵著它 但是等到你吹完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孔篩住 各位觀眾 孔不要挖太小喔 挖大好吹很多 你把它吹進去之後呢把它篩住呢 它這個大氣壓力就變成這裡面有一大氣壓力 但是這裡面變成一個接近真空的狀態 就會把它吸住 就會變成這個中間有孔的一個氣球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會在哪裡應用的到呢 其實在生活中 大家都有看見這個東西了 大家都會看到 有些人會送女朋友禮物的時候 是一個大氣球 然後裡面會有花啦 巧克力啦 或有一隻小熊啊 那些做法就是這樣 它就把氣球套在這裡 然後呢它就把它底下開始抽真空 所以氣球就自己會被吸出一個大球來 但是中間還是空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把東西放進去啊 小熊啊花啊各種東西放進去 然後再充氣進去 在充氣進去的時候要記得把這裡放開喔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它這裡已經形成了一個真空的狀態 所以我們只要把我的實質的這個洞放開之後呢 空氣就會被吸進去 然後就會把氣球壓得變小 所以它看起來就會很聽話 你不下它也可以 我只要放開它 這就是一個聽話的氣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